新闻头条 首先带您聚焦 美国总统欧巴马的国安和外交政策核心团队大幅改组 原国安贵问唐宁伦已经提出辞呈 而欧巴马也宣布 将由向来在人权议题上敢言的驻联合国大使莱斯 接任国安部闻 是否影响接下来的台美关系 我们今天的头条报道 就在欧巴马与习近平会晤前 美国白宫人士出现重大异动 欧巴马周三宣布 国家安全顾问唐尼伦已经请辞 将由驻联合国大使莱斯接任 今年58岁的唐尼伦 上周刚刚结束到中国的访问行程 纽约时报报导 唐尼伦一直是欧巴马外交团队的核心人物 曾主导重返亚洲政策 以及美军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等重要决策 还协调欧巴马六月份跟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会面 如今请辞国安顾问 将由欧巴马在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重要幕僚 现年48岁 向来在人权议题上敢言的 驻联合国大使莱斯接任 面对欧巴马的外交国安团队换血 美台高层对话管道是否顺利持续 被视为检视台美关系的重要指标 持低调灵意外的原则来务实推动 所以我们这几年 我们跟美方高层的互信 已经非常的坚持 跟欧巴马总统 他们政府的整个团队 都有很密切的合作 来思的直缺 将由前白宫国安会议成员 在人权议题上 和来思密切合作的 哈佛大学教授鲍尔 接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新唐人亚特电视 吴博轩柳自颖成真 台湾台北报道